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还有更多内容 那雪州沙亚南昨天发生的这个恐怖坠机事故之后呢 罹难者的遗体今天早上在巴胜中央医院的太平间解剖 那首相安华呢也现实医院向家属致哀 他表示自从坠机事故发生之后呢 他就一直跟进还有关注这件事 并且下令相关的单位权力支援 他承诺中央政府跟州政府呢 将会成为死者家属最强大的后盾 包括提供援助还有处理身后事等等 他也促请院方加速处理解剖程序 尽快呢让死者入土为安 根据了解安华今天呢是临时改标行程 才能够赶在穆斯林诵经仪式之前到达医院 以避免影响有关罹难者身后事的这个安排 巴胜中央医院太平间外 今年早上是一片愁云惨物 大约50名沙亚男恐怖坠机事故离难者的家属 前来办理认识手续 之后聚集在院方准备的帐篷等候领尸 现场是一片哀戚 一众政治人物包括副首相阿穆扎西 雪州看守大臣阿米鲁丁和卫生部长扎利哈 也陆续来到医院了解情况 首相安华随后在下午一点左右抵达医院 大批媒体蜂拥而上 现场人潮拥挤 安华在阿穆扎西和卫生的陪同下 慰问死者家属 他在记者会上承诺 政府将为家属提供所有的援助 尤其是哪些失去主要收入来源的家庭 安华表示这是难以预料的意外事故 他除了向死者家属致哀之外 也感谢所有单位的协助与配合 感谢观看